問題是合約已經曝光了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合約上顯示的數字 謝國良最早一開始講說 是六千七百七十五萬 一年的權利金 因為林柚昌時代 一年是五千零五十萬 所以他說我比較多 要求王毅川來基隆當面道歉 這個是話講了兩個禮拜 王毅川還沒去道歉 王毅川你不應該 因為滷肉飯沒串好 滷肉飯請選民吃了 滷肉飯都還沒有知道 那個錢不停的再變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我真的建議基隆市民 把錢存在二性 因為如果說你六七七五萬 然後存了兩個禮拜 可以變八五六五萬 我借錢都去存 這利息蠻高的 這根本高利貸好不好 好從六七七五萬 我們已經幫他算過說 你六七七五萬哪裡來的 你現在就碰風灌水嘛 因為那個所謂的 一九二零萬 並不是進到市庫 第一第二 他不是二十年 他只有七年 第三 他沒有寫在合約裡面 所以微風如果到時候賴帳 你也不能拿怎麼樣 他現在又 所以現在交通處 這位官大道可以指揮警察局的交通處長 王俊宏 他又講 他說不是 不是六七七五萬 是八五六五萬 那沒有人這樣算的 你是當大家都是小孩嗎 數學不好 我覺得 不是 你怎麼可以把廠商 因為營運所需要成本 算成市政府的市庫收入 那現在請這個王處長 你告訴我 如果這一千六百九十萬 今年第一年合約 旅約嘛 對不對 如果這個請浩漢議員幫我們監渡一下 如果明年這個時候這一千六百九十萬沒有進市庫 看是要謝國良出還是王俊宏自己出 因為這錢不會進市庫嘛 我們現在講的是市庫可以收到多少錢 對 就是每年實質上會進市庫多少錢 我們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大家最主要就想要知道說 好啦 那你東岸廣場 你到底是跟微風之間談多少錢呢 那人家林佑昌跟那個之間談多少錢 那這個合約不是寫清清楚楚嗎 好 你現在又開始 槓上要開花了嗎 城汽轉運賺什麼東西一大堆 現在林佑昌也說 不要再拉我救他了 到底這樣拉林佑昌下去 有用嗎 救了這把火嗎 林佑昌放心 謝國良發現拉你救火沒用 所以現在拉同職委 鄭文廷 這樣知道他們 一起是不是 對對一起 等於說我市長沒得幹 你們議員也別想幹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好 呃 成績轉運賺呢 基隆 大家看哦 基隆市政府新聞稿 對 這個應該就是 不是謝國良自己出錢的 基隆市政府新聞稿 他裡面講到一段是說 謝國良提醒 他說呢 成績轉運站 這個最起碼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他解釋 營運廠商得標期間打九年 遠超過他的任期 所以謝國良覺得九年很不合理 因為一任市長四年兩任最多八年嘛 他意思是說林又昌你怎麼簽這種約 怎麼可以超過任期 請問東岸廣廠幾年 二十年 後面五任 所以我覺得還好現在學測過了 要不然那個學生數學會被打破了 所以九大於二十 這是謝氏數學嗎 謝國良你應該去開個補習班 謝氏數學九大於二十 如果九年你都覺得離譜 那你為什麼敢簽二十加十 請你告訴我 好再來 這個錢的問題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一直在問謝國良說 你今天如果說微風可以給基隆市政府比Net多很多錢 你說好你不讓Net優先續約 我也沒意見 當然違法強行點交還是不可以的 問題是合約已經曝光了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合約上顯示的數字 謝國良最早一開始講說是六千七百七十五萬 一年的權利金 因為林又昌時代一年是五千零五十萬 所以他說我比較多 他也講最開始第一時間他說 市政府真的每年只收一千五百萬 我今天就去寫好叉叉 明天就去叉叉 要求王毅川來基隆當面道歉 這個是話講了兩個禮拜 王毅川還沒去道歉 王毅川你不應該 因為肉肉飯沒傳好 乳肉飯請選民吃了 乳肉飯都還沒有知道 那個錢不停的再變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 我真的建議基隆市民把錢存在二性 因為如果說你六七七五萬 然後存了兩個禮拜可以變八五六五萬 我借錢都去存 這利息蠻高的 這根本高利貸好不好 好 從六七七五萬 我們已經幫他算過說 你六七七五萬哪裡來的 你現在就碰風灌水嘛 因為那個所謂的一九二零萬 並不是進到事庫 第一第二 他不是二十年 他只有七年 第三 他沒有寫在合約裡面 所以微風 如果到時候賴帳 你也不能拿怎麼樣 他現在又 現在交通處 這位官大道可以指揮警察局的交通處長 王俊宏 他又講 他說不是喔 不是六七七五萬 是八五六五萬 多出來錢哪裡來 多了一六九零萬 這一六九零萬是怎麼算出來的 他叫停車廠工程 一億六百萬 商場工程一億四千五百萬 維修四千八百萬 重置四千萬 服務品質提升一百萬 每一年 這樣加起來 一年多了一千六百九十萬 所以總計他得到結論說 微風一年給市政府八千五百六十五萬 而這個之前的net呢 只有給了六千六百五十八萬一年 不是微風確定有買這個單嗎 這個一千多萬怎麼變出來的 我告訴大家 這個案子叫做ROT案 什麼叫ROT案 就是說呢 我假設今天我是廠商 我覺得我經營這個 扣掉我的營運所需要的成本之後 我還有利潤 所以我才去標這個案子 你有沒有看我們的政府 因為促餐條例已經 大概在台灣實施差不多三十年了 大家記得那個海角七號 有句台詞 山野BOT 海野BOT 對不對 那叫促餐 從來沒有一個市政府 在計算的時候 把得標廠商 因為營運所需要的成本 把它算進群市政府的收入 我請問王處長 王大處長 你多出來的 這一千六百九十萬 有進市庫嗎 所以這個只是 這是廠商的投資 就是我營運 我總要維修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這樣算 我還告訴你 還少算 員工薪水水電費 你都沒有算進去 那這樣的話 你去看Net的投資 不是更多了嗎 那Net硬體蓋了三億 你怎麼不算進去 你把三億除以七 一年一年也多了三千多萬 對不對 那沒有人這樣算的 你是當大家都是小孩嗎 數學不好 我覺得 不是 你怎麼可以把廠商 因為營運所需要成本 算成市政府的市庫收入 那現在請這個王處長 你告訴我 如果這一千六百九十萬 今年第一年合約 旅約 對不對 如果這個請浩瀚議員 幫我們監渡一下 如果明年這個時候 這一千六百九十萬 沒有進市庫 看是要謝國良出 還是王俊宏自己出 因為這錢不會進市庫嘛 我們現在講的是市庫 可以收到多少錢 對 就是每年 實質上會進市庫多少錢 就你把這個也算進去 你真的 他還假裝很公平 把Net 這也算進去 我跟你講 這兩筆通通不能算收入 所以收入很簡單 前合約一年就是五千零五十萬 這市庫每年十收的 新的合約 其實只有兩千六百多萬 因為他只有土地租金 跟固定權利金 其他的通通沒有 所以謝國良 你要不要再講清楚一點 還有你跟你的處長 要不要串貢一下 市長跟處長講的數字不一樣 請問我們是要相信誰 現在處長也很頭痛 我要辯出錢來怎麼辦 對啊 那我跟你講 你這處長 你十年薪水也不夠 也不夠付 那怎麼辦呢 所以謝國良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不要再說謊了 你就合約 現在已經公佈了 你就好好解釋一下 為什麼非要拿給違封不可 而且寧願冒著違法的可能性 就是要把這個合約給違封 你要解釋清楚嘛 好 所以他為什麼要多辯出 這一筆錢 是 通常這件事情 其實這也是在我們議會 不斷的追問之下 終於在這個議題要結束前 突然處長在最後一次回覆之後 突然冒出了好幾千萬 想說奇怪 不是剛才市長講的 就是所謂的6775萬嗎 怎麼又多出了1000多萬 變成8565萬 所以我們又很質疑 就國民黨議員就發動說 這個案子已經討論太久了 那我們因為還有很多議案 我們要進行到下個議案 所以我們根本連要求 所謂的王俊宏處長 來出來解釋這樣的一個時間 根本連國民黨都直接跟我們封殺掉了 所以我很好奇 到底市政府你還要在隱藏什麼 而且第二件事情 如果真的如照這個 王俊宏處長所講的 這是8565萬 代表你們市政府 自己悬掛的看板就有誤了嘛 你市政府根本就公開 刊登一個不實的廣告 廣告不實 對啊 廣告不實 該不該罰 再關山 處長說謊也要關 對啊 這根本就欺騙市民啊 那這樣到底有沒有一個需要究責的責任 對不對 拿基隆市政府的預算 然後去刊登一個不實廣告 我看這是 我相信台灣所有縣政史上 一個最讓人最大的 感到最大的一個笑話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 基隆市政府一直還是沒有對我們議員 講所有的一個事情 所以會不會在明年的之後 又持續變動了 其實我講錯了 不是8565是1億 我覺得現在市政府 其實一直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也是一樣 我也要跟現場的各位觀眾朋友來講 是說1920 為什麼當初要把它挖出來 就是因為其實就在合約裡面 根本完全沒有明定這一個部分 但是現在市政府擴大解釋 就認為說廠商協議的部分 也是我合約的內容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基隆市民 真正在乎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筆錢 有沒有進市庫 因為1920萬 對於基隆市的整體預算來講 它不是一個小數目 它如果20年累積下來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筆的預算 如果它可以回到基隆市的市庫 那才可以 甚至我們基隆市民 才可以獲得它該有的利益 刊登廣告 真的說實在效益在哪裡 好 所以請教原資 那你看啊 我覺得我們要針對錢來講 議員監督很合理 那為什麼要被罷免呢 而且還是黨部發起的 市府發起的嗎 那謝國良 他也覺得他施政沒問題 那民進黨 為什麼有些人要罷免他 這一樣的嘛 罷免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動作 像陳柏惟也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為什麼人家要罷免 不是黨部發起 根本不是民進黨發起的 這要搞清楚狀況 那時候韓國瑜 我們也認為做得很好 高雄市黨部 那時候高雄市議員 一堆都幫忙去罷免 你不提我是不會講話是不是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在乎你的感受 所以 尊重顧問 所以我覺得罷免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動作了 但我覺得現在事情還是要回歸市政的討論 因為我其實我昨天看他們這種市議會 其實至少大家有一些共識 就是說這個東西就交給檢調去調查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了嘛 謝國良這邊就認為說 李又昌當時為什麼大陸公司沒有那麼快去登記產權 然後李又昌或是民進黨認為說 謝國良你是不是土地為風 這個其實如果雙方的指控 這個都是蠻嚴重的 那檢調出來做個調查 然後司法給大家一個公信 我覺得是好的方向 然後第二個是 其實基隆市議會不分藍綠都認為說 那個產權 就是東海安停車場產權 是屬於基隆市政府的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事情 就是說產權沒問題 所以大家基本上 我認為既然都是站在基隆市的角度 發展好 那就就事論事 罷免這東西其實少提點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好啦